这个你们两位是同学是吧 那你们应该认识很多年了吧 很多年了 你是哪年上去 92年还是93年 93年 不熟那会儿 对 不熟 看过师兄的戏 就是我们是小师妹嘛 看大师兄的戏 后来认识以后 郭老师你就没有觉得 这个姑娘长这么漂亮什么的 就对她有点什么好感之类的 那时候郭老师 我哪儿小啊 我哪儿敢 她今天一直扮演胆小 她真胆小 我才不相信呢 反正在我面前表现的是这个样子 一直维持着师兄的人设 维持得非常好 是吧 几十年如一日维持着师兄这种 这种样子 在学校的时候 会不会有很多小女孩喜欢她呀 应该吧 这我能说还是 可以说呀 可以说呀 可希望我说了你知道吗 可希望我说那种 从那个 那时候我惊吓了她四年 那么从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就是这种很夸各个年级的这种 就是这样的 真的呀 小学校里面是风云人物啊 没有 不是不是 她夸张 跟谁是一个同班同学呀 我们班最优秀的可能是徐征同学 徐征 对对对 徐征在你们当同学的时候 就是头发就不是特别多吗 她其实是大学一年级吧 后来就不好了 就不好了 头发就不好了 有头发的吧 没有采取过 没有采取过挽救措施吗 挽救过 挽救过 我也帮她挽救过 实在无能为力 这个陈素 其实跟郭老师 你们一直都有联系的是吧 对 就我们一直关系挺好的 然后这次演戏 确实是当时给我打电话 然后我就问说什么什么戏 然后因为导演我之前合作过 然后说男演员是谁 说是郭老师 那我就放心了 我连本都不用看了 因为我知道 他是一个对剧本很挑剔的人 他说OK 那肯定就能OK了